林文渊的眼睛里 刹那间闪过一道亮光 又很快消失 仍在缓缓摇头 蒋氏生气地直跳起来 用低沉的语调急促地说 你装什么哑巴 明明心里什么都明白 就是不肯讲 还要逼着我讲 咱们大方和二方之间 视如水火 那老太君尽量 维持你大哥的性命 又谈何容易 你的才能 早为皇上认可 欠缺的 只是亲王的支持了 把柔儿嫁过去 从今往后 就能得到亲王的鼎力支持 你难道想在兵部尚书的位置 做一辈子吗 林文渊看着讲世 金明的眼睛里却闪烁不定 他在犹豫 这个时机开口 是不是最好的 再等等吧 再等等看 讲世立刻压不住火气 一手指着他 气得说不出话来 又突然坐回椅子上 冷冷地说 随你吧 如今 连你那个外甥女都嘲笑到咱们头上来了 说你我都是输出的 柔儿也高贵不到哪里去 哼 你还要让人家看多久笑话 还要我们母女承受多少羞辱 没用的男人 早知如此 我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你 林文渊猛地一转身 一双眼睛气得血红 他疯狂地冲到蒋氏跟前 一把抓住他的钱筋 抡开巴掌 啪地抽了他眼光 蒋氏惊呆了 他虽是庶女 狄母却没有亲生女儿 便将他养在膝下 从小懂事以来 就没有人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他瞪时大怒起来 可是只对林文渊看了一眼 便愣了 林文渊的脸上充满愤恨 那数子两个字 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 他的面孔 被这种愤怒刺激得几乎变了形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全身在微微地发颤 刹那间 蒋氏的怒火一下子平复了下来 他慢慢走到丈夫面前 轻轻拉拉拉丈夫的衣襟 小声道 文渊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林文渊看着他 目光冷凝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将尸又道 这都是被欧阳暖那个贱人气的 他嘲笑咱们的亲生女儿 欺负他 羞辱他 我这心里 难受啊 欧阳暖 欧阳暖 他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林文渊的身体慢慢平静 脸色却变得更加苍白 阴沉的眼睛里 似乎有一团火焰在燃烧 你等着瞧吧 很快 我会让他再也说不出来话 将尸猛地抬头 惊骇地看着林文渊 对于郑国侯林文龙 欧阳暖早也没有太多印象 他只记得 他性情十分温和 形势却和老侯也一样刚正不恶 很小的时候 总是喜欢将他抱在怀中 教他看字帖 对他的疼爱 几乎超过了亲生女儿林源心 他知道 其中多少有些疑情的作用 然而 直到他重伤 也没能再见到他 足以见得 他真的病得很重 然而 六月十四是镇国侯的寿宴 他必须出席 这不只是为了镇国侯府的声誉 也是为了震慑住 在不知名的深处 涌动的暗流 六月十二 镇国侯府从宫中 请了一位太医 这一次 老太君带了欧阳暖 一起去了静心阁 静心阁是林文龙养病的地方 欧阳暖扶着老太君 一步步行来 却不知静心阁里面是这样的优势 他们通过层层的门才到了内室 刚一入内 就闻到一丝挥之不去的药香 沉沉渺渺 似一缕叹息 无端令人心境转冷 沈氏迎上来 突然看见欧阳暖 目光微微闪动 老太君拍了拍他的手 他叹息一声 终究没有说什么 欧阳暖对沈氏的迟疑视若不见 只低声请了安 便和林文心阵到一起去等候着 最后一层烟螺杀仗后 如光转柔 映出一个朦胧的身影 太医正隔了围脉 为林文龙诊脉 一面细问病情 太医将林文龙的病情 与起居向婢女们一一问清 又拿了以往的药方子来看 出来时 却是面色凝重 两久未发抑郁 林元心在旁看的心惊 沈氏皱起眉头 老太君却奄奄地闭起了眼睛 仿佛全部在意 这一切 让欧阳暖心中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沈氏快步走上去 欧阳暖只听见她身上 环佩之声凌乱摇曳 心中不免叹息 关心则乱 大舅母完全不顾素日的仪太 可见 她是整个心思都放在了舅舅身上 只听到沈氏语气急切的 李太医 如今怎样 你且照实说 李太医露出欲言幼稚的表情道 扯 侯爷依赖药食已久 寻常养 对他的病症已无效 我只能开几幅温中补养的方子 然而他身体虚损 恐再难抵受 一旦肺腑受损 太医的额上冒出痘大的汗滴 不敢将胸颜出口 究竟还能熬得多久 寂静的屋子里 突然听到老太君这样一句话 听起来不由令人触目惊心 沈氏顾不得避及 再三追问 请您直言吧 太医黄忍道 少则三远 多则一载 众人心中虽然有准备 却仍是如遭雷迹 只有老太君 常常叹口气 语声暗哑地缓缓追问 没有别的法子吗 这 李太医再三沉思 终究摇了摇头 屋子里一下陷入死意般的沉寂 欧阳暖一言不发 暗影遮蔽了脸上的神色 使得他此刻 静谧地仿佛一尊黑暗中的御像 他算计得了人心 却算不了天命 这一切和前生一样 终究不能避免大舅舅的早逝 就在此刻 轻衣婢女走出 面容肃目的 老太君 夫人 侯爷请你们进去 老太君对沈氏点了点头 沈氏急忙逝去眼角的泪水 匆匆整理一下危乱的鬓角 这才和众人一起进去 母帘被轻轻挂起 欧阳暖终于见到了 卧床不起的林温龙 他静静已在靠枕上 并不似他以为的那样 奄奄一息 反倒有些笑容 只是笑容苍白如指 他的目光 在他们脸上 依依望过去 竟然先对着欧阳暖 招了招手的 你就是暖儿吧 欧阳暖站在原地 竟然忘记了 自己应该走过去 林温辛轻声道 暖儿 我爹他叫你 欧阳暖一争 不知为什么 走过去的时候 双腿有些发软 林温龙的眼神 有一瞬间的明亮 像是即将熄灭的心火 最后的灿烂 然后他伸出手 轻轻握住他的 脸上的笑容很平和 你和青儿长得真像啊 林温龙的双手很修长 指尖有微微的薄茧 向来 也是曾经握过笔 指过剑的 此刻却如此消瘦 苍白的肌肤底下 引现血脉 欧阳暖握住他的手 只觉他的手很冰凉 而且软绵绵的 没有一点力气 林温龙的目光流露出一丝哀伤 梁九终于颤声开口道 可怜的孩子 欧阳暖听他提起母亲的名字 又说自己可怜 有一股热流骤然涌上 眼底喉尖尽是色痛 他狠狠咬唇 苦闲滋味慢进唇间 竟不知何时落下了泪 看见林温龙 他便不由自主想起了林婉清 第一声哽咽后 便不能自已 诸般隐忍 都成了枉然 舅舅 欧阳暖的声音支离破碎 夹杂了哽咽 浸透了泪水 字字句句都是七处 听得竟不真切 一直默默站在最后的林芝染 心头一跳 眼里心里 只是他的泪眼 他竟如此悲伤吗 林芝染走上去 想要扶起他 然而 欧阳暖陡然一惊 扶去了他的手 此刻 他的聪慧 淡定 骄傲 进化为泡影 他惊慌失措 在林文龙悲悲的眼神中 显现出狼狈的原型 也不过是个低微的弱小女子 林文龙笑 欧阳 促然 冥紧了唇 胸膛 剧烈起伏 将一阵壳 极力 隐忍下去 然后 他勉力 伸出手 摸了摸 他的头 如同在 抚摸一个 哭泣的 孩子 不要哭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林元欣却一下子 扑在床边 紧紧拉住 林文龙的袖子道 爹 你怎么样 他的眼泪 比欧阳暖还要肆意 仿佛要将一切悲伤 都哭出来 一个都不许哭 就在这时 所有人只听到老太君的声音冷冷响起 欧阳暖陡然一惊 下意识地转过头 蒸蒸看着老太君 想什么样子 都把眼泪 给我擦干净 老太君的眼神黑沉沉的 带着一种令人心惊的眼力 这是第一次 拜祖母对自己这样严厉 欧阳暖明白 因为自己失态了 身为一个名门贵宿 哪怕是太身风云面前 也不可以失声大哭 这不仅仅关系到怡态 更是世家女子的气度与骄傲 她默默擦干眼泪 拉着林元欣站到一边去 林元欣的眼泪还在流着 却已经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知染 你过来 林文龙轻声说道 沈氏的眼泪还流在眼睛里 不敢落下来 老太君却以命令所有人都退出去 让他们父子说话 林文龙突然问道 你的婚约呢 林知染凝神看着她 脸上浮现出一丝抵触 极其轻微 我这一生 没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林文龙微笑地说 林知染的面孔刷得白了 神色逐渐哀气 只觉父亲的话 如同一把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 分明绝出骨肉劈裂 血雾飞溅 林文龙却恍若未绝 只是微笑着说 答应我 你会做的 林知染迟迟没有回答 林文龙突然定定看着她 目光变得越发严厉 犹如藏了几十年的利刃 陡然触角 照人双目 在那一瞬间 林知染的头 轻轻落了下去 她并非涉及父亲的威视 而是她深深知道 眼前这个人 已经时日无多了 是 她听到自己这样回答 然而声音冰凉 却浑然不似出自自己的喉咙之中 我会不吝点好